我是侯府的家生奴 生杀与夺 全凭主资 爹娘死后 我被人顶位 降级成了三等杂役丫鬟 所有奴才都知道 在这侯府里 三等杂役丫鬟等同牲口 命贱如草 二等贴身丫鬟吃得好 穿得好 还有主资赏赐的首饰可以戴 一等长家大丫鬟 最是风光至极 那可是得了脸面 协助侯夫人管理内宅的长家姑姑 我不想当牲口 可我 马上就要被杖毙了 听说侯夫人丢了一只簪子 全府上下搜了半宿 终于在我的枕头下找到一只耳坠子 我想辩解 却直接被人堵了嘴 捆了麻绳 扔到院子里 院里灯火通明 奴才丫鬟们跪了一地 只有我 像茅厕里的蛆虫 在地上挣扎如洞 我害怕 更不想死 长家姑姑瞧见那个耳坠子 铁青着脸请示侯夫人 主子 在这剑壁枕头下翻出了您的耳坠子 奴婢请罪 奴婢致下不言 出了披露 恳请主子杖毙这剑奴 以锦孝游 杖毙 我愣住 随即就是控制不住的浑身站立 麻绳粗糙如铁 勒到肉里 生疼生疼的 要是换成那些棍子抽到身上 砸碎血肉 又该有多疼 不要 我污液者想说话 口水趁机倒流 吞到嗓子里 直呛得我红了眼 喘不过气 离得太远了 我隐约瞧见侯夫人似乎点了点头 凭什么 连审都不审 查都不查 就要账毙一条人命 三等丫鬟 果真命贱如草芥 不如牲畜 掌家姑姑得了令 出了堂屋 逆着烛光 站在台阶高处 朱差还配 锦绣美衣 风光至极 她说 今晚上大家伙可都瞧好了 手脚不干净的 这就是下场 来人 把这贱奴就地账毙 账毙你娘姥姥 又是这样 动不动就要杀鸡井猴 以井校游 一年不知道要死几个贱奴丫鬟 说到底 掌家姑姑就不是贱毙 不是奴才吗 同在侯府讨生活 乡间何必太急 这一刻 想要谋逆的念头 直往天灵盖上冲 戏文里不也说过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谁规定 奴才就是贱命一条 想打杀便打杀了 我出生就是侯府的家奴 娘说 想要在侯府风光过活 就得不择手段地往上爬 要么爬到大少爷床上 要么爬到侯夫人脚下 总之 三等丫鬟命贱如草 二等丫鬟吃好穿好 要是祖坟冒了青烟 得了脸做了那一等丫鬟 掌家大姑姑 她跟我爹都能跟着风光风光 可是 她命贱 死得早 现在 轮到我了 掌家姑姑 果然 风光得很 许是苍天打了盹 几棍子抽到身上 堵住我嘴里的破布掉了出来 我抓住机会 嘶哑着嗓子 嚎啕大哭 奴婢没有偷窃 而坠子是夫人赏我娘的 我爹娘护主而死 那是我娘留给我的遗物 化落 一片哗然 我娘从前凭本事爬到了侯夫人的院中 得脸做了二等丫鬟 那耳坠子就是侯夫人兴起 赏给我娘的 我娘说 二丫 这耳坠子咱娘俩一人一个 沾沾夫人的福气 下辈子 没准还能投胎到官家府 做回千金小姐 丫鬟婆子命贱得很 就没有几个善终的 谁爱当谁当去 后来 我娘果真没得善终 连同我那个有点武艺的侍卫爹 全死了 还是为了替侯夫人和公子挡刀死的 那年 我才十一岁 侯夫人感念我爹娘护主有功 补偿了一些银子给我 还让掌家姑姑好生安置我 我年龄小 伺候不了侯夫人 就被送到后院打杂去了 没有爹娘庇佑那段日子 太难了 甚至 还要跟大黄抢饭 大黄是主滋养的猎犬 飙肥体壮 还顿顿都有肉吃 我抢他一块肉 他能追我咬上三天 为了活命 这两年 银子早就被我打点关系用光了 如今 只剩下这一只耳坠子 那是我娘留下的最后一点痕迹 没了 就真的没了 慢着 侯夫人轻轻开了口 砸在我身上的棍子 瞬间停了 我忍着搅碎血肉的疼 可怜兮兮蜷缩贵符 娘说 侯夫人赏赐的物件是沾了大服气的 要奴婢好生收着 谁也不给瞧 奴婢没有偷盗 娘说了 主家心善 做奴才的更要守好本分 娘还说了 做丫鬟的 最重要的是掌嘴 不然 别说活得风光了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你娘 侯夫人走出来 不等长家姑姑吩咐 身侧的二等丫鬟们又是椅子又是茶 把侯夫人伺候得妥妥当当 我抽掖着替她回忆 奴婢娘有幸伺候过夫人 得主子赐名叫春雨 两年前 夫人惊娇欲险 奴婢爹娘丢下奴婢走了 侯夫人愣了一下 许时想起了我娘 竟然起身走了下来 她停在我面前 长家姑姑小跑过来 侧了身 稍稍挡在我们中间 是防备 也是芥蒂 夫人小心 贱壁血污 脏了您的鞋 侯夫人皱眉 不赞同地驳斥道 不打紧 她又道 你说匣子里丢了簪子 可这丫头藏得分明是个耳坠子 我不过问 是给你脸面 不是让你擅自做主的 这次就算了 再有下一次 你就哪来得回哪去 长家姑姑也不过双十年华 文言 翘脸上瞬间血色全尸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漂亮的衣裙沾满了我的血 这是做什么 清玉般的声音响起 我随着众人的视线 朝门口望去 大公子露金安簇着眉 环顾院中一切种种 她走过来 站在我们面前 侯夫人眷了 摆了摆手 内宅小事罢了 都算了吧 还有 这个丫头 枕之好 送到我院中来 周围此起彼伏的抽气声响起 我知道 他们恨不得今天被杖毙的是他们自己 我更知道 我要起飞了 奴婢谢夫人大恩 奴婢谢夫人 奴婢谢夫 我匡匡磕着头 几下便溅了血 晕晕乎乎的 跪都跪不住 侯夫人见状 赶紧让人把我拉起来 嘟囔了句 也是个蠢的 奴婢 奴 我娘说了 做奴才的第一要死忠 第二要蠢笨 但 不能真的蠢 大公子侯精 只一瞬便意味深长地说了句 这丫头 挺有意思 周围 又是此起彼伏的抽气声 娘 我怕不是要起飞 是要升天了 大公子床上 还是侯夫人脚下 真让您说着了 奴婢定会好生照顾二鸭妹妹 差点忘了 结因为我 掌家姑姑丢了脸面 挨了骂 她定是会好好照顾我的 没关系 来日方长 我也一定会好好回报她的 掌家姑姑是侯府里唯一的大丫鬟 得了侯夫人体面 与管家分别掌管着内宅外院的一英事宜 我被冤枉杖毙这时着实打了她的脸 虽然 掌家姑姑和善地送了我好多布料 药材 但我还是从她的眼中看到了不喜 她 不喜欢我 连带者 院中的丫鬟婆子都意会 同样不喜欢我 躺了大半个月 我身上的伤终于好了 掌家姑姑得了消息 差人转告我 好生休养 不着急 她不急 我却急得火烧火燎 前阵子银子全花在打点上 都没能混上个二等丫鬟 还被人临了顶替 打发去了厨房烧火 如今 这坡天的富贵终于砸在我身上了 我就是爬 都要爬进侯夫人院中 奴婢皮糙肉厚 已经全好了 接就想着去给侯夫人磕个头 侯夫人还在等我回话 掌家姑姑她不敢不让我去磕头 她只是想拖 拖到侯夫人心思淡了 我 怎能如她所愿 一路跟着掌家姑姑进了侯夫人屋里 我不敢抬头 直接扑通一声跪下 宽宽磕头 奴婢二压谢夫人 活命大恩 奴婢给您磕头 奴婢 药材金贵 奴婢命贱 夫人 语无伦次的 诚惶诚恐的 带着哭腔 带着感恩的碎碎叨叨 惹得侯夫人又起了几分怜惜 你这丫头 莫不是嫌我侯府的药材太多 在弄点上 好帮我消耗消耗 侯夫人好笑地让人将我扶起来 指着我的脑门道 你娘以前在我跟前伺候 就是这副样子 蠢笨得很 如今 你又是这副样子 我岂先是跟着侯夫人一起笑的 说着说着 就跟着侯夫人红了眼眶 扑通一声 我又跪下端端正正磕了头 这回 我什么话都没说 什么戏都没演 却是真真切切酸了鼻子 红了眼眶 我才不要像他那么蠢 人死了 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要活着 活得风光 还要把欺负我的人 捅捅上地 我被调动到侯夫人院中 做了二等丫鬟 侯夫人赐名 碧落 说来也是可笑 其实夫人原是想叫我 继承我娘的位置 继续叫春雨 可好巧不巧 长家姑姑近日刚提拔上来一个小丫头 顶了春雨的位置 侯夫人想了想 便吐出了碧落二字 我磕头谢恩的时候 余光中瞧见长家姑姑攥紧的手 粉中泛白 青金碧露 碧落新华 长家姑姑明曰 新华 在侯夫人院中 做二等丫鬟 果然吃得好 穿得好 短短数月 我就养出了一脸好气色 甚至 我还拿着玉枝的月银托人在外边买了卷花回来带 就连来请安的大公子瞧见我都惊讶了一番 笑言道 还是母亲的院子风水好 我偷偷捏了捏腰间的软肉 心中磨牙 够拿耗子 这床 我瞧者不爬也罢 侯夫人院中 丫鬟婆子有几十个 可得了体面 能近身伺候的 除了我跟新华姑姑 只有春夏秋冬四大侍女 春夏秋冬四大侍女全是新华姑姑的人 我根基前 年龄小 又是托了我娘的福 立地飞升上来的 平日里 什么活计都沾不上手 任凭我好话说尽 笑得面皮子发僵都没用 被无视 被排挤 被边缘化 是丫鬟们之间最体面的争斗 新华姑姑自诩独一份的长家姑姑 更是不屑于直接出手 她只需要摆出她的态度 自然就有狗腿子替她作为 春雨就是她砍在我身上的第一刀 平日里 只有她蹦打得最欢 我忍了她许久 确定我能取代她替侯夫人梳头的时候 我寻了个机会 偷偷给她下了好大衣包八豆 她拉得一身臭味 腿酸脚软实 我正喜滋滋地给侯夫人梳着当下最实心的发迹 侯夫人一高兴 随手从梳妆台上摸过一对耳环 便赏了我 你娘也是手巧的 春雨知道我得了赏赐 鼻子都气歪了 下之后直冲到我屋里 指着我的脸 咒骂起来 李二丫 你是不是诚心跟我过不去 说对了 我就是诚心跟她过不去 我伸出手攥起她的指尖很力地拧起来 她疼得想要尖叫 却被我用另一只手狠狠抽了一巴掌 她懵了 尖叫声戛然而止 我松开手 慢条斯理地问她 前年 你老姿娘病得快要死的时候 是我拿了银子给你 去年 你出言不逊 得罪了黄嬷嬷 是我替你找了关系 使了银子解决的 今年 我被障毙的时候 你在哪儿 像是从地狱里爬上来的恶言 吓得春雨连连退步 退无可退的时候 她被门槛绊了一下 一屁股摔坐在地上 斯 她惨白了脸 很疼吗 我问她 那你知道 棍子抽在身上有多疼吗 她疯狂摇头 起身要跑 我没拦她 只在她身后轻笑了一句 特别疼 疼得我都看见我太奶了 扑 清玉般的笑声响起 将我定死在这一瞬间 好一会儿 我才找回脑子 僵硬着身子 一步步走到门前 简陋粗糙的院子 因为陆金安的出现 而变得光滑万丈 路过 她说 见鬼的路过 奴婢给大少爷请安 我规规矩举行了礼 好办赏 她才慢条斯理地开了口 起来吧 语气跟我刚才有点像 两相无言 她是主 我是奴 一时间 我竟不知该如何应对此时此景 好在 她先开了口 小小年纪 如此狠利 有趣有趣 来我院中伺候 如何 她把玩者折扇 似是思考 似是威胁 就是不看我 我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语无伦次 诚惶诚恐 带着哭腔 奴婢伺候夫人 夫人和善 奴婢无德无能 不敢 不敢 伺候公子 她不悦地择了声 不识抬聚 随后抬脚朝外走 只留给我一个背影和一句 做坏事 最忌讳留尾巴 我想到那些剩下的八豆 全被我喂了狗 不禁后悔万分 狗杖人士 打了狗 引来了活颜望 活颜望路金安 不过若惯年纪 已效力在狱前 正可谓前途无量 再说 她本人又生得俊秀非凡 背后倚靠着这么大一座侯府 事宜 为都城的千金们都期盼着能嫁进侯府 郝荣华一世又一世 侯夫人被扰烦了 打算趁着春日办上一场赏花宴 届时 把这些官家小姐全请过来 一锅会了 这场春日宴 就是我到了侯夫人院里 跟着办的第一件差事 兴华姑姑忙得脚不粘地 交代了四大侍女和我的任务后 就不再过问了 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宴席中的酒水 古往今来 多少宴席中出了事故的大都是酒水 事宜 我是小心又小心 仔细又仔细 恨不得抱着一堆酒坛子吃睡 好在 煎熬的日子很快过去 春日宴 如期举行 春日宴这天 整个侯府的奴才们都起得笔迹早 紧绷了这么多天 又忙碌了一整个早上 大家都累得皮笑肉不笑 就连兴华姑姑都憔悴了几分 连脂粉都盖不住眼下的乌青 我不一样 我是真的开心 兴奋得整夜都睡不着 酒坛子被我数了又数 茶了又茶 甚至连宴席上要用的酒盏 都被我擦得正亮反光 直到太阳高高挂起时 侯府门口才开始陆陆续续出现各式各样的马车 因为侯夫人只有一子 春日宴邀请的又大多是官家府上的小姐 事宜 侯夫人特意从娘家把表小姐叫过来帮忙 这表小姐年方时期 尚未婚嫁 自然也是心中主义大公子的 兴华姑姑跟在她身后 两人笑语艳艳地穿梭在人群中 端的是一副主家人的模样 不知道的还以为她俩是大少夫人呢 惹得官家小姐们频频侧目 我躲在角落里偷笑 还顺便找了个机会将藏在袖子里的金簪塞到春雨准备的糕点盒子里 按照以往的惯例 被用的糕点就是摆上 宴席一结束 就随负责的丫鬟处置了 我料定 春雨这丫头肯定不舍得分食 毕竟她老子娘一辈子都吃不上这金贵的玩意儿 春日宴一分两处 中间只隔着院中一个不算大的湖井 大少爷今日穿得尤其好看 站在女眷这边远远瞧过去 说上一句鹤立鸡群都不为过 小姐们吟诗作对 拨弦起舞 卯足了劲儿展示自己 侯夫人高坐席上 看哪个都像是满意的不得了 她身侧的表小姐连帕子都快绞碎了 脸上的笑越来越假 宴席快结束的时候 终于出了事 原来是两个官家小姐起了争执 不仅打翻了桌案 还掉进了湖里 丫鬟婆子叽叽喳喳围了一圈 就是没人跳下去救人 我看准时机 扑通一声就跳了下去 薅起两人的胳膊死命地攥住 正当我为难先救哪个时 肩膀却被人一把薅起 随手将我甩到岸上 我顿时就傻了眼 周围的人也傻了 湖里那两个人又开始在扑腾了 就错了 她说 枝兰玉树的人站在阳光下 似是有些懊悔 还嫌弃地打了胆手上的水 我真是谢谢您 大公子 湖里的那两个官家小姐 最后还是被眼尖的婆子捞上来的 一上岸 他们自个儿的丫鬟就拖了外衫铺上去 把两个小姐裹得严严实实 我只能咬碎了后槽牙 一瘸一拐地回后院换衣服 没有功劳 也没有苦劳 平白呛了一肚子水 等我再回宴席中的时候 一眼就瞧见了打翻的糕点盒子 以及吊在地上的金簪 春雨跪在地上抖若筛糠 鼻涕眼泪忽了一脸 奴婢冤枉 定是有人陷害奴婢的 求主资开恩 侯夫人冷着脸 使了眼色给兴华姑姑 兴华姑姑带着几个粗壮的婆子 就将春雨堵了嘴 捆了绳子拖到后院去了 席间 官小姐们护换神色 君士坐立不安 眼见着宴席也差不多结束了 侯夫人扯了个和善的笑 道 今日就暂且散了吧 表小姐想趁此机会留下来 却被侯夫人直接让人送回去了 同一个院子 不同的人 春雨被扔在院中 惶恐万分 不停地磕着头 奴婢冤枉 奴婢绝不敢私藏夫人的金簪 更何况是在宴席的糕点盒子里 定是有人陷害奴婢 求主资开恩 我跪在人群里 朝台阶上桥去 侯夫人铁青着脸 坐在椅子上 一言不发 兴华姑姑 跪在她身侧 字字气血 奴婢欲下不言 任凭主资则罚 侯夫人没搭理她 冰冷地吐出两个字 仗毙 春雨亥然 抬起头 还想再辩驳 侯夫人只问她一句 你怎知那金簪是我的 春雨神色骤变 却再也没有了开口的机会 今日不同上次 春雨被几个壮奴塞进麻袋里面 扎紧绳子 凄厉的惨叫声在寂静的院子里格外响亮 直到声音渐渐小了 众人才敢抬起头看那滩血污 侯夫人不知何时起身 端起主家的架势 一字一句 回我侯府百年清遇 这就是下场 兴华 好好跪着 看清楚 这就是你说的机灵懂事的丫头 说完 不等兴华姑姑如何反应 转身离去 兮兮丽丽的雨下起 冲刷院中的血污 却 蔓延开了整个庭院 原来 借刀杀人 是这样的感觉 金簪子不是我偷的 是春雨偷到的还是捡的 不重要 重要的是 当全府搜查的时候 她慌了 把金簪子塞在我枕头下就跑了 确定她走远了 我才进去 将金簪子拿出来 埋在院中的土坑里 而坠子也是我放在枕头下的 从她顶了我的位子 进了侯夫人院中当二等丫鬟时 我就知道了 早晚我俩中间只能活一个 果不其然 搜查的家奴像是早就知道金簪在我枕头下似的 进了屋 别的不动 却直接掀翻了我的枕头 枕头下发现的耳坠子 一眼看上去就金贵 几个人使了眼色 捆着我就走 我哭嚎 也害怕 可我退无可退 三等丫鬟 真的没活路 小小年纪 手读心狠 不去赵羽当差 怕是都委屈你了 还是那清玉般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这次却冷了几分 我寻着声音朝窗户内看去 陆金安面无表情靠着墙 看院不看我 奴婢听不懂大少爷在说什么 是吗? 是 哼 李大海的闺女跟她可一点都不像 李大海是我爹 活着的时候在大少爷的院中当差 听说很是得利 我从前一点都不信 今日却信了几分 攥着手里的坠子 我忍住属不尽的心酸 小声争辩 奴婢爹娘死了 自此再无人庇佑奴婢 奴婢想活 不想死 爹娘泉下有之 也定是能理解我的 我 就是要心眼小 就是要心狠守毒 牙字必报 谁欺负我 我就还回去 十倍 百倍 千倍地还回去 猴扶死了一个丫鬟这时 不过粤鱼就没人再记起了 我借着星华姑姑失宠的这段日子 整日在猴夫人面前讨巧卖乖 迅速上位 心提拔上来的小丫头春芽 是我的人 等星华姑姑反应过来的时候 几乎与我算是撕破了脸 春芽那事 她知我知 毕竟 最开始打点好要进侯夫人院中当差的二等丫鬟 是我 不是春芽 侯夫人心情稍好时 我窜多她出去转转 散散心 她思量着春日暖阳 正是去寺中祈福还愿 踏青郊游的好时候 就这么 趁着大公子休暮 带着我们几个丫鬟出了城 卫都城外的风景果然好看 一路上 越是靠近大国寺 越是秀美一礼 任谁瞧见了这景色 心胸都会开阔几分 侯夫人碎了心意 心里畅快 朝我笑得愈发和蔼 你这丫头 真是鬼精灵 我还不满十五 正是窦寇芳华的好时候 随便嘟嘴讨饶 都是娇俏万分的 夫人就说 这景色好不好看 好看 好看 侯夫人笑声传到马车外 大公子接了话 前面不远处有条浅溪 那里地势平坦 适合野吹 我眨着星星眼 渴望地瞧着侯夫人 满眼都写着 去野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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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夫人刚要开口答应 新华姑姑娇笑劝谏道 夫人不如就遂了大公子心意 好好放松放松 要是以往 新华姑姑不至于如此没眼色 失了分寸 这次 看得出来 是真的心急了 我诧异地瞅了她一眼 果不其然 她满肚子心事 还要强颜欢笑 不知道的 还以为被人抢取豪夺了呢 侯夫人脸色淡了几分 随意地点点头 那就下去歇歇脚吧 新华姑姑还想再说话 我抢先开了口 笑道 奴婢会抓鱼 等会儿给您抓了鱼烤来吃 刚说完这句 只听马车外边 又响起那恼人的轻欲音 稀里没鱼 晴天霹雳 不外如是 我鼓了腮帮子 装作吹胡子瞪眼 委屈巴巴地瞧着侯夫人 不敢说话 那是大公子 侯夫人扬声一笑 别闹人 马车外那人责了一声 哒哒哒骑着马跑到前面去了 大概世间的事都是有轮回的 我们才刚把吹锯架上 周围就涌现出几十个黑衣人 他们手起刀落 招招狠利 不过几个呼吸间 丫鬟婆子就死了一地 我护在侯夫人身边 心中也是惧怕万分的 大公子一边与贼人拼杀 一边回头大喊 回车上去 自从那年遭遇刺杀后 侯府的马车都是特制的 车厢夹缝里都是薄铁裹的 只要利用得当 自是能抵挡几分的 侯夫人一脚踏上车厢的时候 一支剑弩从暗处射来 我心一横 碧眼挡在侯夫人身前 大喊 夫人 快上车 碧落 疼 真的疼 这回 我仿佛 隐约瞧见 我太奶了 肩膀好像都要碎掉了 娘说得对 侯夫人果然是有几分善意的 这都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了 她还记得让人把我这个不知死活的丫鬟拖进马车里 我想着 我这算赌赢了 以后 只要我不做死 这辈子 应是能活到寿终正寝的 碧落 别睡 醒醒 侯夫人捂着我的伤口 焦急地换着我的名字 我虚弱得快要死了 握住她的手 像只幼兽式地依赖她 夫人 奴婢 奴婢 许事 不能再伺候 您了 新华姑姑愣在马车门口 瞧着 我和侯夫人视独情深 硬是不敢凑过来 大概 她也想不到 我对自己 也能这么狠地下心 我也没想到呢 大公子不愧是替圣上管遮诏狱的人 几十个黑衣人 硬是没在她身上留下什么痕迹 她撩起车帘 绷着脸看我们 不发一言 侯夫人撒不开我 只能紧张地瞧着她 问有没有伤到哪里 我没事 她说 她又说 这里不安全 得尽快回去 我来驾车 你们浮稳了 侯夫人连连点头 新华姑姑摊坐在角落里 不知道在想什么 去的路上 人头攒动 回来却只剩下四个人 下马车时 侯夫人犯了难 我伤在肩膀 新华姑姑自是没有办法背我的 正想着要不要许了抚衣过来 大公子一个抚身将我抱在怀中 大步朝内院走去 我握在她怀里 甚至不敢去看侯夫人 周围没人的时候 我听到头顶上传来她咬牙切齿的声音 做死的丫头 真当自己钢筋铁骨 早知道 早知道旧 早知道什么 卡文卡到这里 是会要人命的 书局里的先生都不敢这么玩好不好 侯夫人遇刺的是 在府外什么情况我不知道 但是在这府里 我俨然成了新贵 侯夫人跟前的第一人 连兴华姑姑都是要赞避些锋芒的 亏了我福大命大 府一说 再添半寸 我的肩胛骨就废了 到时候那些外伤 直接准备后事就行了 得了侯夫人的特意吩咐 府一用药 什么贵用什么 什么好用什么 大公子抽了空来看我 又是吃笑一句 我就说 母亲的院子里风水好 养什么兜壮 我姿着牙回嘴 奴婢谢大公子夸赞 我夸你 您夸奴婢福气好 身强体壮 我说的是大皇 我 是了 大皇最近被委派到侯夫人院中看护 待我好得差不多的时候 侯夫人想要抬举我再往她身边靠靠 她说这话的时候 兴华姑姑瞬间就惨白了脸色 再靠靠 可不就是长家大丫鬟 当为一变成为二 长家大丫鬟不再是独享尊荣的时候 她 还能那么风光吗? 奴婢谢夫人恩典 娘说了 替夫人挡刀是我们做奴婢应该做的 奴婢不敢有所求 夫人听完 又是一阵唏嘘 兴华姑姑气红了眼 我 愉悦万分 侯夫人说话 向来是一言九鼎的 我不过是趁机表表忠心 讨巧卖个乖罢了 哪想到大公子竟赶着这个时候过来了 她坐下扎了口茶 笑了笑 说 母亲也别太宠着一个丫头了 就她这么小的年纪 留在身边斗个去就是了 至于行走宴席 跟着侯夫人往来应酬 内宅管理什么的 自是还要倚仗新华姑姑的 看吧 新华姑姑一瞬间生机起腹 春风得意 笑颜道 奴婢也是得了夫人抬举 只得尽心尽力 大公子这才注意到屋里还有别人在 她瞥了新华姑姑一眼 疏冷了几分 是吗?就这样 不嫌不淡 尬着聊 新华姑姑站在那里 红了眼眶 楚楚可怜 真是 一掐哀思喂了狗 我没忍住 扑斥一声就笑场了 笑完我后悔了 因为那狗姿正往我这瞧 奴婢知错 奴婢只是想起来跟大黄抢肉的过往 没忍住 狗姿道 我说呢 怎么大黄顿顿都跟饿死鬼投胎似的 扑通 我跪在地上 一脸歉疚 奴婢有罪 奴婢嘴馋 她撂下茶盏 抬了抬手 道 起来吧 以后别跟大黄抢饭 我可不 可可 可不什么 我盯着她 期待地等着后续 她却起身拍拍屁股走了 又这样 没长嘴吗? 侯夫人可管不住这来去随心 肆意妄为的魔王 她将我拉到身边 交代给新华姑姑 有什么忙不开的事 你就让这丫头去做 我咧开嘴 笑得腼腆 新华姑姑却笑得有点勉强 因为我肩膀的伤还没好利索 只陪了侯夫人说说话 就被撵回来休息了 我才刚走进院子里 就瞧见魔王已在墙边 看月不看我 我想着 是不是应该在院子里摆上一副桌椅 奴婢见过大公子 她点头 嗯 确实刚见过 我那时问安 不知大公子 你爹临死前求我庇佑你一二 她转过身 认真了几分 道 可我着实太忙 总有疏漏的时候 你来我院中做事 如何? 她又问 不太想去 我干巴巴地回她 奴婢是奴才 听凭主子吩咐 好吗? 我才刚坐上为二的大丫鬟位置 就要我去你院里做那二等丫鬟 谁爱去谁去 我这肩膀的伤可不能百挨 出息 她吃笑 要不怎么说 不愧是替圣上管遮兆玉的能人呢? 我只闪一个念想 就无所遁形了 于是 我低头 不敢看她 别后悔 她走了 带着气 呵!还后悔 谁后悔 谁是狗 眼瞧者我就要干翻新华姑姑 成为这府里一人之下的长家大丫鬟了 这时候走 我怕不是脑子掉进了粪坑 着屎 我与新华姑姑的争斗几乎都摆在了台面上 整日乌烟瘴气的 与后宅那些争宠的侍妾不遑多让 只不过 我俩争的是血管权 夫人不长权 长家姑姑手里的权力就大了 只要是从新华姑姑手里抠出来的活计 我样样都要干得利落、漂亮 几番下来 我手里的人越来越多 新华姑姑的脸色愈发差 就连侯夫人都看出了些许端倪 提点了我几句 万事有度 不可操之过急 兔子逼急了 也是会咬人的 更何况 你确定你面前的真的是只兔子吗? 来日方长 你小小年纪 多学学 总是不出错的 我惊出一身冷汗 不为别的 只因为我后知后觉的感到 侯夫人似乎在用新华姑姑为我铺路 春日艳后 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给大公子选妻的事 竟然就那么不了了之了 许侍侯夫人琢磨起大公子若惯年纪了 屋子里也没个开脸的通房丫鬟 竟趁着大公子来请安的时候 揪着她问了起来 整天不见你人影 院子里除了小丝就是婆子 娘给你安排两个丫头如何 话虽说得有些隐晦 但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得出来 这是要给她房里塞人的意思 理解?大户人家吗?公子老爷的 哪个屋里没两个伺候的丫头? 对她们来说 那就是个疏解的物价 算不得什么女人 等将来新夫人迎进门 是发卖打杀还是留着伺候 不过就是一句话的事情 我目着脸 垂着头 都能感觉到一股逼人的视线袭来 她笑声轻挑 带着勾人的魅惑 行啊 不如就这个丫头 娘可舍得 侯夫人压了一声 瞧我看来 笑得险些差了气 你这孩子 是真听不懂 还是装糊涂? 这丫头才多大 莫不是真过去给你擦地抹窗子不成 大公子耸了耸肩 无所谓 也不是不行 不成 换一个 侯夫人连连摆手 想了想 一手指向了新华姑姑 我将新华赏了你 如何? 这回 轮到我惊讶了 新华姑姑可是长家大丫鬟 送去大公子房里做通房 这可真是 碎了她的心意 新华姑姑羞红了脸 站在侯夫人身侧 眉眼寒春 美得耀眼 不论家事、地位 这两人看起来还真是登对得很 我正挑来挑去 眼珠子乱飞 大公子开了口 嫌弃道 不如何? 太老了 这狗 嘴毒心冷 深得我心 眼瞧者新华姑姑羞愤欲死 几乎想要夺门出去 大公子又道 罢了 左右不过一个丫头 娘安排救世了 一句话 将新华姑姑踩入尘埃 再不复以往风华 还好我年纪小 不然现在被踩在地上的指不定是谁呢? 我偷偷舒了口气 那人却是不耐地择了声 哟!气炸了! 吓得我这口气上不去 吓不来 堵在嗓子眼里 憋得眼泪都飙了出来 侯夫人最后还是顾及了新华姑姑的脸面 没有直接当作玩物送去大公子呢 只说让她多跑跑 费点心思过去 至于以后的进展 端看两人的态度了 新华姑姑却不这么认为 她觉得侯夫人既然开了这个口 就算是给了她体面 凭借她的管家能力和手腕 请等遮心夫人过了门 就抬她做妾室 带着这种心思 她没少在我眼前晃悠 碧落 你不必如此嚣张 以后的路 乔折走 我知道 她更想说走着乔 那就看看谁最后摔得最惨 丫鬟就是丫鬟 偏不自量力地消想 不属于自己的位置 真以为后院里的姨娘是好活的 我俯身行了个极敷衍的礼 阴阳怪气起来 那就祝新华姑姑得偿所愿咯 她气坏了 抬了手就想扇我 我正想着在她下手前反打回去 她的手腕却被人输地攥紧 这是做什么? 赵玉近日这么闲吗? 左右没事就能看见她在府里乱逛 我偷偷翻了个白眼 转身朝她恭恭敬敬地俯身见礼 奴婢给大公子请安 路金安看都没看我一眼 笑得温和 又问了一遍 在做什么 兴华姑姑姓眼泛泪 疼得变了脸色 公子 碧落欺人太甚 竟然辱骂我 是那通房的玩物 这话说出口 我都瞠目结舌 没想到 兴华姑姑这么大胆 侯夫人都没敢定死的事 她就给安排明白 路金安笑了笑 反问她 是吗? 她竟这样说? 确定? 奴婢 奴婢 她哆哆嗦嗦不敢回答 路金安也不在乎 随手扔了她的手腕 朝我道 母亲给你掌家姑姑的权利 你就是这么打她的脸 这话说得极其欲贴 深得我心 我谢了恩 招呼身边的春雅等人 借着兴华姑姑造谣 无故却蓄意伤人的由头 将她扭到侯夫人面前 狠狠地收拾了一顿 侯夫人知晓了原委 惊讶得像是不认识星华姑姑一般 极为不解地问了她 你是星华 我知她更想问的是 星华姑姑还是从前那个手腕狠立 半是妥贴的管家大丫鬟吗? 人还是那个人 心却不一样了 毕竟 有我这么一个强劲的阴险小人在针对她 她怎能不慌? 星华姑姑彻底被侯夫人厌弃了 但还没被彻底拿下 只是出门赴宴 巡视商铺等时候 已是我这个新贵随行在侧 侯夫人有心教我 我卯足了进去学 短短不过几个月的时间 我就报受了一大圈 大公子见了我都不禁问候 侯府没银子吃饭了吗? 我正是春风得意 手掌大拳的时候 自然不会介意她的调侃业余 笑嘻嘻地对回去 奴婢正在减肥 她也不气 只感叹到大黄也该拉出去减减肥了 我有时候觉得很奇怪 大公子身为侯府唯一的继承人 又是圣上面前的红人 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 为何天天总是喜欢逗弄我? 莫不是见者我就能想起大黄 这可不好 我得寻个借口 把那老狗炖了喝汤 我正沉浸在掌家大姑姑的权力中 晴天一个霹雳下来 侯府和府上下 全都被抓了进去 除我之外 只因 侯夫人被抓的时候 扯着脖子指着我喊了句 她不是我侯府的家奴 你们不能抓她 这一刻 我满腹算计 权衡利弊的阴暗心思都显得极其可笑 堂堂侯府夫人 竟然对我一个家生的奴才用了心 还在我不知道的时候 替我消去了奴籍 如此这般 我又该如何自处? 我虽算不上什么好人 但也不是狼心狗肺的白眼狼 事宜 我拿出这阵子当之贪默的全部银两四处打点 终于在夜色深深的时候进了诏狱 一进去 我就看见了被铁链高高吊起的男人 他了无声息 浑身是血 再没有含着清玉式的笑逗弄我 大公子声音颤抖又小 他却末的一正 艰难地抬起头 动了动唇脚 滚 别回来 我是滚了 眼泪滚了满脸 不知道侯夫人见了大公子这副模样 该是何等心疼 侯夫人告诉我 有人在圣上面前告发远在边关的老侯业通敌卖国 圣上震怒 连大公子的解释都不愿意听 他还说 老侯业愚笨 定是被人栽赃陷害 顶了黑锅的 线下 只能找人去圣上面前说和 只要能让大公子出去调查 定会还侯府一个清白 我拿着侯夫人给的信物和钥匙 先是找到侯府藏在地坑里的银票箱子 随即就开始挨家挨户地上门拜访 亏了我这几个月跟在侯夫人身边参加各府举办的宴会 多多少少能混个脸熟 只不过 圣上正在气头上 谁也不敢去除这个眉头 都是银子收了 却不打算办事 我气狠了 威胁他们要是不相助一番 就把他们后院里的阴丝事召告权威都城的人 看看权威都城都热闹了 圣上还有没有心情记得侯府的事 果然 这些蛆虫都如我一般 见得很 非要砸了棒子 才肯低头做事 我在城中租了一间屋子 焦急地等待结果 直到那人一身血污跳进窗户里 我悬着的心才算放下 大公子 陆金安什么都没说 一把将我搂过 团在怀中 博耿黎有滚烫的泪滑进去 他说 等我 说完 又一把将我狠狠推开 转身笨叶而去 人真是奇怪 整天在眼前转的时候 总能瞧见他各处不妥贴 这人一走远了 牵挂起来 更是要人老命 好在 中秋前夕 那人一脸胡子拉叉地钻进屋里 我吓了一跳 以为是隔壁那个不要脸的老泼皮 又寻上门来骚扰 拾起剪刀 就要朝着他扎去 是我 如清玉般的嗓音响起 我才恍然惊觉 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了 大公子 这次 换成了我 衣脑袋扑进他怀里 滚烫的泪 打湿了他的衣巾 亏了是黑色的衣裳 不仔细看 也辨不出什么 侯夫人一切安好 只是十分便念你 当初不知道使得哪份银子得了利 陆金安趁着夜色被圣上放出去查真相 而侯夫人却实打实地在大牢里蹲了几个月 好在我死命地往里填银子 他也没有受太多的苦 只不过 每次去探望他 他都笑得很勉强 谢谢 陆金安道 我原以为你会拿了银子逃走的 他说的是侯府刚出事的时候 侯夫人信任我 把侯府仅剩的一点东西全都给我了 我想 如果没有侯夫人当初那一嗓子 依着我的性子 指不定真的一走了之了 毕竟 能做个有钱的女老爷 谁愿意去做奴才 夫人心善 我说 陆金安笑了 这回是不掺杂志的 纯粹地笑 他说 一切都过去了 侯府起父 只在一夕之间 除了与侯府牵了死器和家生的丫鬟奴才外 那些牵活气的早在侯府倒台的时候就遣散了 我忙晕了头 又是去衙行买人 又是安排人重新布置侯府 还要赶着在和事的时候办宴会 发请柬 毕竟 替侯府奔波的那段时间 魏都城里但凡有头有脸的官家府上 全都被我得罪了个遍 是已 我每天只有一点点的时间在侯夫人面前守着我的位置 大公子比我还忙 每天早出晚归 身上总能闻到淡淡的血腥味 侯夫人好不容易赶在我和大公子都在的时候 提议想要收我为义女 老侯爷被接回来了 安分地听着侯夫人的各种安排 我原以为这辈子长家姑姑就是我职业生涯的终点了 没想到有朝一日我还能混到个官家千金做作 我娘说得真准 那耳坠子藏对了 真想满心欢喜 诚惶诚恐 语无伦次地答应下来 大公子神色一冷 直接拒绝 不行 侯夫人不解 想问个究竟 大公子却像是被人缝了嘴 半天都吐不出一个屁来 我心中隐约有了点想法 却不敢相信 怎么说 堂堂侯府世子爷 眼光不会这么差吧? 这中间其实还有一件事 那就是兴华姑姑卖主求荣 被当众仗毙了 早先是她在台上 看着我被施行 当下 却是我站在台上 看她被执行仗毙 行刑前 我曾走到她跟前 凑在她耳边说 春雨在下面等你 希望 你们在下面也能狗咬狗 心愁就恨一起算 兴华姑姑瞳孔俱阵 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她怎么也不会想到 我从很久前就查到了当初金簪子是她拿给春雨的 也是她让春雨放在我枕头下的 只不过 春雨死的时候 我真的以为只是我和她之间的个人恩怨 我娘当初是挡了你的路吧 所以 你算计不到她 才把逐意打到了我身上 见不见了? 兴华姑姑惊恐万分 挣扎者想要躲开染了乌血的麻袋 那麻袋是我特意留给她的 上面的血正是她嫌弃地剑壁的 兴华姑姑 我建议你到了下面改叫黄泉 这样 必落黄泉 才听者更顺耳一些 你说 对吗?没有了兴华姑姑 我成了侯府唯一的长家大姑姑 小丫头们都叫我碧落姐姐 我改了侯府内宅一部分规矩 给了丫鬟婆子们足够的喘息时间 最重要的是 我提议废除杖壁 侯夫人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就答应了 她知道 我介意当初的事 她也知道 如今的我亦是用了真心的 不然 我是断不可能触碰杖壁这种刑罚的 现如今 轮到我风光至极 身穿华衣美服 身带朱钗环配 新入府不知晓情况的奴才 还以为我是侯府正经的主子 侯夫人就是这么打算的 给我的牌面全都比对着侯府正经的小姐来的 如果 侯府真的有小姐的话 这中间唯一不好的就是 陆金安总是在我眼前晃 她本就生得好看 又是这么个金贵的身份 我只能夜夜抄露清心咒 说得好听 为了给侯夫人祈福用 只有她 笑得得意又嚣张 大公子羽人在围场赛马 跌了下来 请了御医上门来看 说是伤到筋骨 如果不好好养着 下半辈子都要在轮椅上度过了 侯夫人一听 立马就晕了过去 我看着她脸色惨白地躺在床上 昏迷不醒 还簇着眉 应是痛到梦里 也不得消停 果不其然 苏醒后 冷汗立马从她额头滑下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狠狠揪住似的 一簇簇疼得厉害 她却笑得坦然无比 这下好了 我摔断了腿 以后再没有好人家的姑娘肯嫁了 说不准 还得孤独终老了 我被她这么一击 顺嘴就突噜到 谁说的 不还有我吗? 那咱可说定了 她冷笑了一声 别到时候 你又反悔 不认账 小心眼 我不就是觉得 长家姑姑比爬床更有出息吗? 侯叶夫妇知道 还没来得及认下的一女 即将变儿媳妇的时候 也仿佛遭了晴天霹雳 她们想破脑袋都想不明白 这两个见面就掐的人怎么忽然就走到了一起? 我只能说 嘴硬心软也是病 还无药可治 后来在洞房花烛夜那天 我亲眼看见穿着洗袍的新郎冠从轮椅上站起来 她说 必落金安应如是 只待家人赴此生 你问过 那么好 吗 带我来台上 监督 带我来这个 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